不觉垃圾版游节目已经做到了第20期 这一期我们就来玩个稍微阳间一些的平台 它就是蓝色巨人的挑战者 农用机械的掘墓人 翱翔于半导体行业天空的多亿神龙 AMD锐龙处理器 2017年AMD正式发布了基于任架构的第一代锐龙 横空出世的锐龙不仅在IPC性能上 把自家挖掘机打了个稀碎 同时也把在当时极其高端的8核16线程规格 带入了消费机市场 甚至迫使英特尔把i7万年不变的4核8线程 在8代酷睿上提升到了6核12线程 以上种种 我们完全可以称初代锐龙是半导体行业的划10代产品 现如今 12代锐龙处理器终于跌到了一个还算有性价比的价位 4核1400版U套装现在普遍在350左右 和13V3套装相差无几 而6核1600 2600套装也仅需500元左右 比起15V3也并没有贵处多少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看看300多元价位 入门级四核8线程版U 到底是13神叫YYDS还是锐龙新王登机呢 首先我们来看价格 目前131231V3价格197元 我给它所搭配的是B站活佛 私链镜捐赠的麦国家B85HD3主板 二手平台售价一般在140元左右 卡卡价估计130的拿下 合计327元 而锐龙这边用到的则是我前段时间350收到的 R51400搭配微星B350M迫击炮 即使我们把第三第四内存差价计算在内 给13V3搭配两条芝奇8GD231600内存 二手需花费200元左右 而给1400搭配两条光威8GD242400内存 二手需花费220左右 综合来看 使用R51400的成本要比131231V3高出450元 那么多花这小50元 从13V3升级到一代锐龙到底值不值呢 第一点 寿命问题 1150主板发布于2013年下半年 距今已有近10年历史 而B350等初代AM4主板 则发布于2017年 要比B85等1150主板年轻个三四岁 更后面的B450 B550等主板还要再年轻一些 属于是地中之地 当然 发布时间晚 上市时间短 也并不能保证它一定坚持得更久 就好比一个40的大叔和一个70的老头 我并不能给你保证这大叔一定活得比老头久 但是从生物学和概率学上来说 在没有外在条件的干预下 大叔大概率会死得比老头晚 那么你要想玩的长久 到底是玩大叔还是玩老头 是不是一目了然呢 所以说从使用寿命这一块来看 大叔锐龙完胜老头13 接下来再说说大家津津乐道的升级潜力 反正大家嘴边都说AMD的板子升级潜力大 但是可能大部分人对此并没有具体观念 我这里就给大家举个简单易懂的例子 就好比你今年刚刚参加工作 想装电脑但是没多少预算 于是你就整了个R51400搭配B350凑合用 过了两月 你工资涨了200 于是你就受不了了 你就膨胀了 你就绷不住了 你就觉得再用4核CPU就对不起你的收入了 所以你就换了一块6核R51600 又过了两个月 你工资又涨了100 虽然不多 但是你还是很膨胀 又开始觉得当前这个U架构有些落后 和自己奋勇向前的拼搏精神不是很搭 所以你把任架构的R51600 升级成了任加架构的R52600 又过了一段时间 你因为特别能加班 领导给你破格涨了500工资 这里直接不得了了 你回家看着你这个破电脑 又想起白天工友们说 一二代锐龙有先天缺陷 打游戏不得进 起码是三代锐龙打游戏才够用 于是你为了对得起自己的游戏操作 又把R52600换成了R53600 虽然你可能天天晚上都在加班 并没有什么时间打游戏 又过了一段时间 你交了个女朋友 天天又是请吃饭 又是出去玩 手头也渐渐紧张起来 于是你卖掉了显卡 CPU也换成了自带核显的R54600G 反正也没时间打游戏 核显也挺好 半年后你女朋友跟人跑了 伤心欲绝的你觉得 男人还是要把钱花在自己身上才对 自己开心比什么都重要 于是你决定纠集膨胀一波 把CPU换成了玩 几乎所有游戏都没有瓶颈的R5 5600X 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电竞生涯 没错 现在几乎所有主流品牌的A320 B350 B450 B450主板 在更新BIOS之后都可以支持到5000系锐龙 兄弟们 什么叫升级潜力大 这他妈就叫升级潜力大 就这样一块主板 你用个四五年 换几块U 到时候就算用不上它了 你都不舍得丢 哪怕是你百年之后 你都得传给你儿子 这盒子是一块主板 这简直就是你的青春 是你在这世间走过一遭的凭证 当然 如果你不想用AMD 目前12代Corea也是极好的选择 那么哪里可以买到便宜又好用的12代Corea呢 答案就是拼多多百亿补贴 目前明显挑战者Z690M搭配i5 12600KF套装 在拼多多百亿补贴里只要2328元 比其他平台的同款价格便宜还包邮 省下来的钱足够再加一条8系内存 现在打开拼多多搜索82140 或者点击视频左下角链接 即可进入百亿补贴属机大方价活动会场 像机械革命极光Pro笔记本 百亿补贴只要6998元 12代i7和RTX3060独显 再加上2K高刷笔 这个价格简直相得一批 更别离最低4869的iPhone13 直接比官网便宜1000多 还有补贴价只要1133的AirPods 3 关键百亿补贴所有商品承诺 假一赔时还有品质嫌双重保障 我自己买的很多配件也是在百亿补贴 剁手下单的 有一说一确实又稳又便宜 我们再看回131231V3搭配B85这边 如果你用这个又觉得不够了 想膨胀了 那很遗憾 想膨胀都没地方膨胀 这板子上四核八线成到头了 要换就得全换了 所以这一局毫无争议 越龙获得碾压性胜利 最后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性能部分 以上为本期的两套测试平台 为了保证测试结果尽可能公平公正 两套配置除了板U内存外 其余配件完全一致 电源为纤马坦克700瓦 系统盘为音乐达480GSATA固态 散热为老款玄冰400 为了防止GPU先与CPU产生瓶颈 而导致无法展示两颗CPU之间的差距 本次测试显卡采用了一张 老矿工GTX1080Ti 且单机大座测试部分 会采用低画质进行测试 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小伙伴要问了 阿不将阿不将 R51400用的是DDR4内存 会不会对E3不公平呀 我觉得吧 这不算不公平 本期节目本就比较的是 两个平台的综合水平 况且前面价格统计 也把内存差价计算在内 就好比是50大会 邀请姚明和郭景明 打一场综合格斗 你能说因为姚明臂展长 就把人家胳膊撅舌的再打吗 那人家姚明胳膊长得长 是人家姚明的本事 那锐龙能用DDR4内存 也是人家锐龙的本事 另外 由于本次给R51400搭配的是 B350主板 可以进行超频 所以测试中会加入一组 R51400超频到3.8G 内存超频至3200C18的数据 注意 1400OC至3.8G并非极限超频 几乎所有1400都可以 轻松达到这个频率 这也是我推荐你们捡12代锐龙时 主板至少上B350的原因 因为如果选更垃圾的A320主板 这无法超频CPU 12代锐龙处理器稍微超一超 提升还是挺大的 本来还想再加入一组 131231V3锁屏308G的数据 但是考虑到该操作 在大部分主板上都设定到修改BIOS 甚至某些情况还需要用到烧路匣 并非超频这种常规性操作 想了解这方面知识的 可以看看隔壁七七座的教程 废话不多说 咱们现在开机正式开始PK 理论测试我们选择的三个项目 老板娱乐大师CPU-Z以及R20 结果如下 默频状态下的R51400跑分 与默频状态下的131231V3大致相当 而超频至3.8G后的R51400 则要显著高于前两者 大家可以自行暂停观看 游戏方面 第一个先测小游戏英雄联盟 画质为1080P全最高开启抗拒时 俄罗伊连续大招模拟团战场景下 默频下的R51400稳定在80帧左右 超频后则可以来到90帧上下 13的表现最好 基本全程稳定在100帧以上 在同样是单核性能的CSGO中 画面设置为1080P低画质 跑创意工坊帧速测试 默频下R51400平均征为210 而超频后的R51400和13平均征 则非常接近 OC字3.8G的R51400以0.38帧的微弱优势领先 绝地求生 画面设置为1080P三高100渲染 训练场同场景下裸奔 默频1400帧数为150帧左右 超频后则达到了190帧上下 这里面应该有很大一部分功劳 来自于内存超频 而131231V3的帧数 则徘徊在170帧左右 处于两者之间 而在同样很吃内存的永结5件中 画面设置为1080P低画质 R51400的表现就没那么好了 即使是超频后 也打不过默认状态下的131231V3 接下来再试下单机大作 在战神41080P低画质中 从帧数上来看 131231V3还是略强于超频后的R51400 不过差别并不算大 这两颗4核8线程U在面对这种大作时 确实力不从心 基本全程保持90以上占用 如果是锐龙这边 升级成6核U之后情况可能会好一些 13这边就只能整个平台全换了 大表格21080P预设最低画质 结果和战神4类似 13表现最好 基准测试平均震达到了89帧 越高于R51400超频后的83帧 同样 4核8线程面对大表格2仍旧吃力 CPU占用基本全程保持在89帧 最后按照惯例总结一下 要说游戏性能 131231V3还是强于R51400 即使本期中的13还不是锁最大锐屏的满血状态 仍旧能打过超频后的R51400 但是如我之前所说R51400也有着平台较薪 升级潜力更大的优势 到底谁更香 请各位把自己的答案打在弹幕上 如果各位观众老爷们看得开心的话 不妨一键三连 当然别忘了去拼多多搜索82140 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产品吧 你们的支持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